你好 我是小燕 今天是10月1号 是全新的一个月份 这也意味着2020年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 而全国实行的复原期行动管制令 则开始进入倒数91天 今天是10月的第一天 也是我们华人的传统节庆 中秋节 就给大家整理在这个月份中 全国各种大小事 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履行公民责任 民众受促抓紧时间 在10月6号之前完成线上人口普查问卷 今年是大马迎来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原定于9月30号结束的线上问卷人口普查 因为最近在网络上出现超多的问题 而且只有7.98仙的国人 顺利完成线上人口普查问卷 因此大马统计局总监 拿都斯里莫哈莫乌兹尔说 网上填报人口普查 延长到10月6号 要是民众没有在有效日期之前 承交线上普查问卷的话 10月7号开始 就会有官员上门进行第二阶段 挨家挨户面对面的调查 在登门普查运动期间 民众也受促 务必确认上门官员的身份 以及要求官员出示相关公函 民众如果对执行普查的官员身份有疑虑 可以拨打热线1800887720查询 另方面 新冠肺炎在我国爆发后 国家银行在4月至9月期间 启动了自动暂缓还贷计划 以减轻贷款人的负担 不过 这个自动暂缓还款计划在9月底届满 换句话说 如果民众没有再申请延缓 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就要恢复还贷 无论如何 在暂缓还贷的6个月内 贷款的利息还是照算 因此10月开始的每月公款 会和4月之前的数额有所不同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 陆路交通局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宣布 只要汽车保险生效 那么驾照和路税过期都没有关系 可以继续驾驶 但是这个宽限期已经在9月30号结束 因此10月开始有关当局将不会再通融 逾期者上路 在10月份有1060万名国民将会获得国家援助基金2.0 首相丹斯里木尤丁在第22场电视直播上宣布总值110令吉的我们关怀援助配套 当中包括发放新一波的国家关怀援助金给受贿的国民 根据首相丹斯里木尤丁的宣布 政府决定发放国家关怀援助金2.0将给370万个B40家庭1000令吉援助 并给380万名B40单身人士500令吉援助 同时140万个M40家庭也获得600令吉援助 至于170万名M40的单身人士 他们则会获得300令吉援助 国家援助基金2.0将分两次播出 分别在今年的10月以及2021年的1月 到时候所有人以及家庭都不需要再提出申请 政府将会直接将拨款会给1060万个家庭以及个人 与此同时在西蒙政府管理的时候 承诺设立家庭主妇基金 政府将免费为家庭主妇每个月缴纳50令吉 为了更保障家庭主妇 如今在今年的10月开始 身为丈夫者也可以申请将薪税2% 作为这项公积金计划会进太太的公积金户口 丈夫申请这项计划之后 每月9%存入她的EPF户口 而2%则存入老婆的EPF户口 10月份是我国季后风转换的时期 大马气象局预测国内的气候将潮湿 以及有多雨的情况 而且在傍晚与深夜时候将会出现暴风雨和强风来袭 涉及的地区有西马半岛西海岸和内陆地区 沙巴西海岸地区及沙拉越中部和西部 因此温馨提醒民众大家出门记得带雨伞 并且要时刻遵守SOP共同对抗新冠肺炎疫情 谢谢收看 我是小燕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留守TFM陪伴着你